全台东最高学府的乌鲁国小举行了回家吧音乐会 透过了音乐和歌谣的旋律呼唤最爱的人回到部落团聚 而先前曾大力协助学校发展音乐活动的林思宏医师 也特别前来和孩子们一同沐浴在美妙音乐当中 乌鲁国小的小朋友们唱起歌谣 希望用音乐呼唤最爱的人回到部落一起团聚 位在台东海端乡有最高学府之称的乌鲁国小 日前举办苦鲁马哈音乐会 而苦鲁马哈在布农族语里是回家吧的义士 师生期盼透过音乐与歌谣的旋律 呼唤最爱的人回到部落一起团聚 而先前大力协助学校发展音乐活动的陈武基金会林思宏医师 也特地从北部来到学校来感受孩童们所带来的美妙音乐 这边大部分是属于偏乡原住民的孩子 所以布农族的学生 所以他们对于音乐很有这方面的造诣 那因为学校在这方面师资啊 还有乐器上面有提出这个需求 因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那我们基金会有机会能够给予一些协助跟帮助 那已经半年多执行下来 包含老师啊学生啊 还有乐器这些东西都有了一些成果 所以今天他们有要办一个小型的音乐会 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参与 物入国小校长表示 先前受到林医师的帮助 让学生可以学习相关的音乐课程 而现在进行成果展 也展现出这一年来孩子们所学习的成果 在上半年的时候啊 林思宏医师基金会 那来到我们学校捐赠了小朋友 还有乐器啦还有教材还有终点费 让小朋友在课余的时间可以学习乐团的合奏 那另外还有摄影美学的一个学习 所以呢就结合这样的一个小小成果的发表 林医师基督学校进行音乐活动 孩子们也展现出所学的成果 让这份温暖不断在山区流传 记者陈静玲海端相报导 林医师基督学校进行音乐活动